画面上可以看到这名女子走进公车场站 随后就开走公车 遭窃的是大多位客运299路公车 当时司机回场站后 意识疏忽没有将钥匙拔走 结果就被这名女子开走 一路开到南港 在汽车换乘其他公车逃逸 大多位客运通过GPS定位 找到失窃公车并向警方报案 警方获报后调约监视器追查 目前已经初步掌握这名女窃贼的身份 将紧述查期盗案 本所日前获报称有窃嫌 趁公车司机不备 司机开走公车并弃之于路旁 该失窃公车经GPS定位 以由客运公司自行巡回 车内外上查无其他财损情势 全案经扩大调约监视器画面 以掌握犯险身份 将近处查期盗案说明 发生台北市首起公车 遭拖开走事件后 主管的台北市公运处方面表示 已经要求业者 针对钥匙保管部分进行控管 公车返回场站后 公车驾驶应该要将钥匙返还 调度室 等下次要出车时 再向调度室拿取钥匙开车 业者也回应 针对驾驶部分 会加强宣导训练 涉嫌为事的人员 也会有相关处分 近期也会派员到各场站 机查 落实相关规定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